作为万达的第1126座商业体开张 也是鼎吾区第一座商业体的落成 还有四天不到就开业了 在这建设的750天的日子里面 时刻挑动赵庆仁的关注 大家好,我不是赵庆仁 在这普天同庆的日子里面 有责任告诉大家 在一年前就被爆出万达重金投资的背后 却有380套商品房办理了再建抵押手续 赵庆万达国家度假区在6月份的时候 报价是7000块,现在只需6000 之前买到的就等于赚到了站岗的时间 虽然房贷不是免费,但是排队还是免费的 在赵庆,面积基本上是广东第一 经济增速今年排第二 我怀疑GDP的增速是来自物价的暴涨所导致的 GDP在苏山脚一直是倒数第一 从没被超越过,不是开玩笑 招聘工资随便怎么写都不会写超过6000的 除了一些还没倒闭的大商场外 临街小店7点钟就要关门了 最出名的灯光夜市在开灯之后也要差不多关门了 虽然我知道肯定有比赵庆更穷的城市 但是对赵庆的主观印象还是很强的 赵庆是广东最穷的地方 至于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概它属于珠三角,又没有什么特色 是个小透明 现在大趋势都在喊广佛照同城 但是广佛都不会带他玩的 有点扶不起的感觉 赵庆的新区过去10年了 现在除了一个医院,一个体育中心,一个湖 一些楼盘,还有啥,都没人了 如果新区未来定位是替代端州区 将部分的城区人口和政府职能部门转移到新区 可能真的需要二三十年时间,甚至更长 在2020年,端州区常住人口只有60万 顶屋区是20万 端州是顶屋人口的三倍 如果作为新区布局 看上去人口差,不是太大的问题 但是再看看占地面积 端州是152平方公里 顶屋是596平方公里 顶屋差不多是端州的四倍面积 20万人口就像广州的一个城中城人口 分布在端州区四倍面积以上的地方 人口是多么的稀少 赵庆新区是115平方公里 人口这一部分是没有统计过的 面积比端州还小一些 作为城市的行政中心,其实大小还是可以 不过新区接下来的画柄越画越大 虽然赵庆占地大,但是山区居多 可开发的面积比例低 整个赵庆的经济主体 总GDP80%以上和总人口的50% 都集中在这个东南角的位置 也就是高腰和端州区 新区的自身格局是非常高的 不少基础建设级别都比端州区还要高 城医度油盐 市政府和部分的行政单位都要搬到新区 搞得满城风风火火 房地产开发上的中介热情高涨 就连市政府办公厅都听说要准备搬好了 但是最终没有实现搬迁 又被割一波韭菜 市政府搬迁这涉及到问题实在太多了 顶湖区的万岛广场 能否正常长期运作都是一个疑问 至于华侨城和龙光商业中二艇 之前是开工了 不过最近也没有新消息 可能我孤立寡闻吧 还有那个最高塔 我直接说白一点 就是大片局和端州区滨江一号一模一样 敏捷的五星级酒店都是画饼 也是成为了传说 香港城吧也难 香港现在这个情况 有多少人还有能力和愿意上来这个偏僻的地方 买一万五到两万一方的 香港人专属楼盘 如果要买在南攀顺不比这里好吗 至于新区未来是否属于市直接接管 或者是规划端州区接管 还是现在有四个区的基础上 再设立到一个新的行政区 这都不是问题 今天就说到这里吧 等一下再说就被YouTube封号了 现在还没有通过审了 等通过审查之后再说吧